今天说的参军长远,他刚刚由成都来 见到刀虎手要斩马叔大赢,怕人大声地叫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刀虎手不敢动手指,长远三步搁上两步走入中军像,见到孔明他就说 圣上,你今天斩了马叔,司马尔就高兴了,现在天下未定,正是用人的时候 这样杀了一个有志有谋的人,太可惜了 往日,孙母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于天下 戒因他是执法严明,今天天下纷争,只要行军打仗 若果不执行法律,又怎样去讨伐逆财呢? 应该杀了他 斩? 过了一会儿,刀虎手用托盘装着马叔的首级献上来 孔明一剑掩着臉痛哭起来 长远就问了 马叔有罪是按照军法处置 但是,城上为何又哭呢? 唉,我不是为了马叔哭 我是想起先帝在白帝城临终那时 曾经祝负我说 马叔言过其实 不要重用啊 今天 唉,果然认了先帝的话了 我真是痛恨自己没有知人之名 一刻想起先帝的说话 故似哭起来 当时再唱的人听到 个个都很大感触 忍不住都流起眼泪 马叔死的时候 是39岁 是熟汉建兴六年 即是公元二二八年五月间的事 孔明下令斩了马叔 将他的手卡 拿去各个兵营示众之后 就用线连在他的尸体上面 用棺材念好 然后才埋葬 孔明亲自写了一篇制文来祭奠他 对马叔的家属 加压抚述 按月发申水 处理完马叔的事 孔明又写了一篇表彰 叫掌院回去成都 代他去呈送给后主刘蝉 刘蝉打开一看 孔明在表彰里说 自己担负丞相这么高的职位 因为领导错误用人不当 造成家庭大败 就请求主上同意 将他自己降低三级 以示懲罚 后主看完表彰就说 哎呀 性败是兵家常事 丞相为何要这样说 事中备医就说 神认为要治理好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遵从法律 若果不按照法律来做事 又何以服人 丞相打了败仗 自己降级贬职 是应该的 刘蝉觉得有道理 又听他的 就落一道召书 扁孔明做右将军 行乘上市 招救总督军马 哎呀 孔明呀 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有错就认错 而且主动承担责任 自己要降自己的级 大家看看 孔明这种胸襟 这种气量 这种负责的精神 古往今来都少有的 是值得人赚的 那刘蝉就落一道召书 将孔明降级 就派秘衣带召书去看中 孔明接受了召书 降了级了 秘衣好心 怕孔明丑 不好意思 就说回几个好话 来恭维一下孔明 祝贺一下他 属中的百姓 知道丞相一开始 就夺取了四个院 人人都非常高兴 孔明就扮起了面话 这些是什么话 得而伏失 和没有得到是一样的 秘公你还用这件事来贺我 实在是使我羞愧的 听说丞相得到姜维 天子呀 好欢喜呀 孔明生气了 打了败仗回来 一串那么多土地都夺不了 这个是我的大罪 就算得到一个姜维 对于魏国来说 他们有什么损失呢 是 是 是 呃 今后我要裁减兵杖 反省自己的过失 使得将来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如果不是 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从今后 各位是为国家打算的呢 就请经常指出我的缺陷和短处 这样做的话 事情就好办 逆拆就可以剿灭 统一天下的事业 就有成功的希望 孔明这番说话 说明了很多道理 秘医和众将官听到都非常感动和佩服 秘医送了赵书来 就回到成都了 那么孔明在汉中呢 对待军事民众都十分爱护亲近 他加紧训练军队 添置种种工程渡水的器械 积聚粮草多做战船 为日后的北伐作准备 那么这些事呢 魏国的间谍探听到 就向洛阳报告了 魏主曹瑞接到报告 立即召见司马尔和他商量夺取西属的办法 司马尔说 现在 还未可以去攻打属国 事关目前正是天业 属兵必定不会出兵的 如果我军深入属国的地方 他们巨险把守 短时间是攻不下的 如果属兵又是来进犯我国 如之奈何 神已经估计到了 这次朱葛亮如果再来兴兵侵犯 必定是仿效韩信暗道陈仓之计的 神想推荐一个人去陈仓道口 竹城防雨 担保万无一失 此人身长九尺 射箭极准 心有谋略 如果朱葛亮想入寇中原 此人完全可以抵抵得住 哦?他是谁? 他是太原人 姓郭明超 自白道 现任习号将军 镇守河西 曹锐听了很高兴 接受了司马尔的推展 就加封郭超做镇西将军 派他去把守陈仓道口 立即派个使者带着诏书去 各位 上面司马尔说到暗道陈仓 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 陈仓是古时一个院 院成在今天陕西省保鸡市的东面 是关中和汉中的交通要充 素来都是战争的要地 当年楚汉商争的时候 有一次刘邦要进兵攻打汉宇 汉迅用一条鸡策 表面上修理赞道的道路 所谓赞道 是我国古代在懸崖潮壁 作洞架木铺板所组成的道路 用这种做法来转移对方的注意 暗中将兵马偷过陈仓 这就叫做明修赞道暗道陈仓了 有一天 揚州司马大都督曹丘 就送来一份表彰给曹蕊 说东吴方面的波阳太秀周房 愿意欠棍投降 他曾经秘密派人来说过七条道理 说完全可以打败东吴 请曹蕊早日发兵 曹蕊就在预案上打开奏章 跟司马尔一起来研究 司马尔说 这些说话说得极有道理 都不是要灭亡的了 神愿意率领折军队去协助曹丘 建威将军假葵就在班内走出来稳咒说 陛下 东吴人所说的说话反复不一 不信得过的 周房是个自谋之士 必定不会肯投降的 看来 这是有兵之计 司马尔说 嗯 你这个意见不能够不听 只这个机会也不要错过 曹蕊就说 那 还带你跟假葵一起去协助曹丘呢? 神领旨 司马尔假葵就带兵出发了 曹丘呢 率领大军席取院成 假葵就带着前将军满宠 东莞太寿胡则 直取阳城指向东关 司马尔率领本部军马直取江陵 江陵是在湖北省中部偏南的地方 也就是当时荆州附近 还有 东莞太寿这个东莞就不是我们广东东莞 这个东莞是古时一个棍 管车的地方包括山东省 益都移水等等几个院 现在说一下东吴孙权 这一天 他在武昌东关召集文武官员 举行会议 他说 朕收到波阳太寿周访一份秘密奏章 说魏国揚州都督曹丘有入侵我国的意识 现在周访施行一条计策 向曹丘说了东吴必败的理由 表示要向曹丘投降 引诱魏军深入重地 然后设下伏兵来消灭他 目前 魏兵正在分三路来近 各位有何高见 魏庸吴就说 这个重大的责任 非六百言 担当不起 六百言就是陆信 这个建议合政宣权的心水 就照陆信来 封他做富国大将军 平北都元帅 统率御林大军 代理王氏 又将权力的象征 百无黄月授给他 所有文武百官一律听从约束 任命那天 孙权亲自为陆信抓麻鞭 乃是君主对大臣所表示的 一种极其尊重的礼仪 陆信接受了官爵任命 三夫万岁扣借隆恩 然后稳就说要补举两个人做左右都督 分别率领奔队去迎击三路危君 孙权问他要补举谁 陆信就补举奋威将军朱缓 衰南将军传重来做他的助手 孙权没有说不同意 就任命朱缓做左都督 传重做右都督 于是陆信扎了个吉日 统率江南八十一州 以及京湖兵马总共七十多万人 命令朱缓在左 全重在右自己居中 浩浩荡荡分三路进兵 这一日 朱缓去见陆信向他献策 朱缓说 袁帅 曹丘 曹丘此人 不是个智勇之将 他不过是魏主曹裕的亲戚 故此才会被任命为大都督 现在他听信了周房握他的说话 深入重地 袁帅一发起攻击 曹丘必定失败 那他打败之后 由哪条路逼呢 不外两条 左边是甲石 右边是挂车 这两条路都是崎嶇方辟 非常之险进 我想和全重将军各大一支军队 在险要的地方埋伏 善不善用树木石头 塞断一条路 一定会组到曹丘 如果组到曹丘 我军长驱直进 欲下手就可以夺取到仇春 然后再向许昌洛阳进兵 袁帅啊 这个乃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 朱将军 你所说的 并非是好计察 我自有妙计的了 是 朱缓走了 我心当然不高兴了 陆信是命令朱葛锦等人 兼守光领 抵敌司马尔 其他各路军马都分别调拨妥当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现在说的曹丘 他带领大军去到阮城附近 扎落营寨 周房出城去迎接 曹丘请他入中军将坐落之后 曹丘就跟周房说了 前一阵 接到周大人的信 所说的七件事非常之有道理 品咒了天子之后 就出动大军由三路进法 将来如果得到江东的地方 周大人的功劳就大了 不过 有人说周大人你有很多想法 怕你说的话是假的 知我想周大人必定不会骗我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周房听曹丘这样说 当时就哭了上来 他立刻在他的侍从人员身边 摸出一把劍上自问 曹丘急忙制止他 叫他不要这样 周房拿着一把劍 我所说的七件事 真是苦费之言 现在竟然怀疑我是说假话 看来 必定是有东吴的人在使反间计 但是如果听他们说 我就一定死了 我的忠心 唯有天子到在了 周房说完又要自问 曹丘连王一下抱着他说 哎呀我是说笑的 周大人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周房脱了帽子 打散头发 一剑下去割了头发 丢在地上 他说 我是以忠心来对待大都督 大都督你是以为我是假的 现在我割了父母给我的头发 来表示我的真心 曹丘这次信到十足了 切宴招待周房 宴会完了 周房就告辞翻扯 第一 贤威将军假愧就来到见曹丘 曹丘问他 你来这处有什么事 假愧说 我想东吴的兵 必定是全部都注册在远城来 都督不要随便进兵 等我两边夹攻就一定打敗敌人了 什么话 还要等你来夹攻 你想抢了我的功努 是吗 末将不敢 哼 都督 将他退出去斩首 哇 那怎么可以啊 当时在场的众位将官都一起来为假愧求情 大家都说了 未曾进兵先斩大将 于军不利也 请都督免他罪了 曹丘也不想太过分 就听大家劝 撤了假愧的职 将他的兵留在树另外调涌 自己带一支军队去夺取东关 那上面假愧说的邀尼断臂刺杀庆忌 是有一段估的 邀尼是春秋时候吴国的一个食客 即是杀手 他是奉了吴国公子光的命令 去谋杀吴王辽的儿子庆忌 他是为了骗取庆忌的信任 故意斩断了自己的手臂 就说是公子光斩的那样 后来果然被他将兴忌刺杀了 周房探听到假愧被曹丘削了兵拳 心真是高兴 他想了 若曹丘听假愧话 那东吴实打败了 今天是上天帮我成功啊 于是周房立的秘密派人去远城报告陆讯 陆讯就调兵遣掌 他布置了人马 在石亭的山路埋伏 然后呢 抢先去石亭开阔的地方 报好阵势等待艺军 他任命徐城做先锋 带兵出发 现在就说说曹丘那边 他叫周房在军队前面带路 一路走 就走到地方 曹丘问 前面是哪一树啊 都督 前面就是石亭 那树可以驻兵的 于是曹丘听了他说 率领大军以及车将物资等等 全部去石亭驻扎 当晚就没事啊 到了第二早早 他马就来报告说 前面的山口被吴兵佔领了 人数不明啊 蛤 周房说没有吴兵在这儿的 为什么吴兵又有准备的 人类 他叫周房来见我 贫告都督 周房带着几十人 不知道去了哪儿啊 哎呀 我中了奸贾的诡计了 嗯 虽然是这样 也不用怕的 曹丘就命令大将张浦做先锋 带几千人马去和吴兵交战 两阵队远 张浦和徐承打了几个回合 张浦不够打 就立马收兵回去见曹丘 说徐承用不可当啊 曹丘想了想就说了 我要以齐兵来胜他 他就命令将浦带二万兵 在石庭的南边埋伏 又命令涉桥带二万兵 在石庭的北边埋伏 他说明天 我自己带一千兵去挑战 诈作打输 将吴兵引到北山前面 我以放炮为好 那三年夹攻 必定可以获得全勝 那张浦、涉桥两个接受了命令 各大二万兵就留夜出发去埋伏了 华分两头 又说回陆迅 当日他叫朱婉、全崇来吩咐他们 他说 你两位各大三万兵 由石庭山路包抄去曹丘的营宅后方 以放火为好 我亲自率领大军由中路进攻 敢实足到曹丘的 当日黄昏时 朱婉、全崇接受了命令带兵出发 到了晚上二更时分 朱婉带着军队正麽包抄去到毅兵宰后 遇到张浦的伏兵 张浦不知道来的是吴兵 乌尔尔尔还走过来问是谁 被朱婉手气一刀 就当堂拿了他的命 毅兵就走了 朱婉立刻命令后军放火 全崇也是一样 他带着军队包抄去到毅兵宰后 撞进泄桥伏兵的阵地 就在那里大杀一场 泄桥不够打 就带着残兵扔回本寨 朱婉、全崇的两路兵马 在后面追杀过来 一直杀到曹丘的大本营 杀到曹丘兵马大乱 自伤冲击 曹丘慌忙上马 向着甲石道逃跑 这个时候 徐姓又带着大队军马 由正路杀离 杀到毅兵死的 死伤的不计其数 幸好扔掉的都吊窥棄甲了 曹丘慌了 在甲石道上 博了老命那么狂奔 跑到一树 忽然有了飙人马 在小路冲出来 为首一名大仗 乃是假愧 曹丘才有机会喘一口气 他又很羞愧 他说 唉 我没有听将军你的说话 果然打败仗 假愧说 都督你快点冲出这条路 如果吴兵用石头树木 塞断这条路 我们全部都没命 唉 走 于是曹丘便行的马 飞快跑 假愧断后 他在那些树林茂密的地方 和那些静僻的险峻山路上 插些军旗在那里 作为移兵 有效 过了没耐 徐盛的人马追到来了 他见到山坡下面 隐隐弱弱 有些旗翅飘飘下 就怀疑是有埋伏 不敢继续追 收兵回头 因此 曹丘便得够了 司马依听到曹丘兵败的消息 也带兵退走 这一仗 都不大获全省 除省 朱莞 全重各人的军队 都绞获很多很多的车辆 牛马 军用物资器械等等 另外投降过来的兵出 有成万多人 陆讯非常欢喜 又和泰秀周房 以及各位将官班师回朝 回到武昌那天 吳主孙权 带齐文武百官 出到武昌城外来欢迎 用自己皇帝罗散来遮住陆讯 哇 救了荣耀了 这一次所有的将官都得到掌赏 孙权见到周房割了头发 外卿割断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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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使得国家 获得一场这么大的胜利 你的功绩 应当记载在史书上来 于是封周房做关内口 同时大牌延整 劳军兴贺 这些都不在话下了 那麽陆讯又向孙权建议 写封信去蜀王 请朱葛亮趁着魏军身近兵败 进兵去攻打魏国 孙权听他的说话 就写封国书派个侍者送去西村 上面我们讲过 在属汉建兴六年 即是公元二二八年的秋天 曹丘石庭被陆讯打到大败 他又生气又生气又害怕 就说到病起上来 回到洛阳之后 背脊就生了个大瘡 很快就病死了 过了没多久 所以司马尔也带兵回来 那些将领就迎接了他 回到瑞府就问他 曹都督打败了 也是和元帅有关的 为何元帅这么急回来京先 哦 这样的 我估计朱葛亮一听到我们魏军失败 必定会承虚来侵办长安 唐约龙西告急 谁去救他 所以我就回来了 那帮将领听了 都认为司马尔是胆怯 口当然不敢说 人人都在肚子里笑他 现在再说东吴 孙权他派了使者带封信去成都 给属主刘禅 请他轻兵去攻打魏国 并且在信内 又说了击败曹丘的经过 一来就显示了自己的威风 二来又表示友好 刘禅看了信就很欢喜 派人将这封信送去汉中 报告给孔明知道 当时孔明是整顿军队 真是算得上兵强马葬的粮草充足 所用的物资是一切完备 正是准备要起兵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 孔明得到后主转来东吴的信件 好啊 孔明立即举行宴会 请起将官来 一边喝酒一边商量出兵的事 突然间 噢 那一阵大风 在东北方吹来 将大厅前面一棵松鼠 吹吹断了 大家都吃一惊 孔明随即尖了那个挂 他说 啊 你这阵风 御兆要损失一元大将啊 那究竟损失哪一位大将呢 且听下回分解